不得不说咱们这屋子的空间 咱这不光绝了 哈喽大家好 小赵 今天给大家说三款常用的索尼镜头 就是35定角 然后这不写着一个35吗 然后50和它的区别就是 这35的地方就这块 你就写了一个50 这个镜头它如果是这个换光圈的话 然后它是拧这块就可以了 就拧这个 就是能换这个光圈 最大的是1.4 然后这是35定 35的定角 70-200 然后这个现在是不是很带货的感觉 这是我经常会用的三个镜头 还有50就在 现在patch都用的是50 我们一个一个说 比如说如果是我们拍人像的时候 近距离上50肯定没有错 就现在咱们这种近距离50上 然后如果你要是用这个7-200拍人像也可以 但是你要保证你的patch空间 我们现在拍一些竖屏的那种短剂 我们大量会使用的是7-200 因为其实最终最终就是为了追求一个景深 就把它能突出人物 下一个就是35 这个35定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范围 大差不差就能很好 能出质感 就是因为它可能比较适合这种16-9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拍横屏的这种视频的时候 多数都是用的这个35定角 那你可能就问了说 那你拍这一片的通道尾就用一个镜头呢 那肯定也不是 其他也会辅助 当然这三个镜头是最常用的 所以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分享 祝大家拍摄开心 拜拜